中东的战况也有些新的一些进展 我先让这个 左老师来谈一下 英国的这个角色 当然这个英国跟美国就是兄弟 美国的这个小弟 然后先有一个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 说希望未来几天能够跟中国进行讨论 然后要跟王毅见面 那想要请北京全力支持 跟理解航行自由 他说这个航行自由除了是红海 因为在红海英国也吃了大亏之外 包括台湾海峡 英国要跟北京讨论 在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你觉得呢 龙年刚开始 北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先让左老师谈一下 这个英国 首先就是英国跟这个王毅的会谈 居然是由这个卡麦隆来出面 那就知道其实 他其实一定是有两个议程 一个是展现他跟美国站在一起 但另外一个他也希望寻求跟中国的合作 他绝对不是单方面的 绝对不是单向度的 为什么 因为卡麦隆是被认为是最亲中的一个英国首相 他在任内的时候 其实跟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合作 那他在接任英国 最近接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候呢 他过去参加中国大陆一些基建项目的开幕典礼 也被英国民众拿出来说 那你是不是要先澄清一下 你的立场到底是不是 仍然是像过去一样亲中 所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不过回来讲 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观察 还是他在鸿海的这些行动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 他好像看起来反正就是 英国跟美国就是隔两好嘛 他们一起行动 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英国其实有他个别的动机 对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下 当然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 在鸿海的情势上 目前这个胡塞武装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俄罗斯的船 他不攻击 当然俄罗斯的船后来还是在混乱当中被攻击了 所以很多国家呢 他的船上要不然就是放了这个中国籍的船员 来确保安全当门神 然后这个航运报刊 最近有个说跟中国相关的货轮 在鸿海的过境比例 过去不到15% 现在一口气暴增将近一倍 百分之28 那另外一头英国吃了大亏 英国的皇家海军这艘驱逐舰 最近可以说是灰头土脸的撤出鸿海 因为从去年12月加入鸿海护航行动 这是美国所号召的嘛 期间三次被攻击 被轰了三次 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只好返回母港进行了维修跟弹药的补给 由另外一艘巡防舰来接上 所以这个就补充了刚刚这个周老师要讲的一个大背景 对 那英国其实它 第一个 就是说英国 因为过去其实 我讲英国参加这个行动有两个重要的理由 当然不只是跟美国的合作 有两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 因为原来欧洲国家 它其实在欧盟就有在这个亚丁湾这边护航的这些行动 但因为英国脱欧 所以它跟这个欧盟的行动就分开来了 所以它必须要自力救济 就它没有办法跟这个欧盟的在一起 所以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 其实英国在现任首相 他也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 大西洋跟太平洋的这种 大西洋跟太平洋这种所谓的伙伴计划 就是他认为英国应该是一个 同时在大西洋跟太平洋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国家 你会觉得很奇怪 英国距离太平洋很远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最近英国加入了CPTPP 而CPTPP基本上就是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协定 那结果英国居然加入 居然申请加入 而且已经加入了 那我刚刚 这个跟我们讲的红海这个护航有什么关系 因为红海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连接地中海到印度洋 也就是连接大西洋到太平洋 那么对于英国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这个地方的那个货运非常多 这个地方是全世界12%的贸易 跟30%的货运之外 英国在印度洋还有一个殖民地 还有一个领土 不能说殖民地 有一个领土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迪耶哥盖西亚的这个岛 这个小岛在印度的南端 是英国的领土 所以英国如果他要在这个地方调动他的军队 从这个他的本土调动军队到他的这个 在印度南端的这个岛屿上 他就要通过红海 其实英国在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这个基地 就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上也还有基地 所以英国其实你看 他现在感觉 大家不会把他认为是一个超级强权 可是其实他在全世界还有不少的海外的基地 所以因为他要保持他的这个人员 船只 飞机调度的这个自由 所以他必须要参加这个 他必须要来投入这个所谓红海的航行 但是他在红海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是说他的军 他的这个武器比这个夜门的武器差 他的武器比夜门的武器 比这个青年运动的武器当然强 问题是他的武器太贵了 夜门的这个青年运动 他们的武器基本上是很廉价的 所以他可以发动很多次攻击 可是英国再打下去 他就花不起这个钱 对 一方面就过去美国也在检讨 用导弹去打人家的无人机 到底划不划算 所以然后另外一方面又鞭长莫及 实在是太远了 但无论如何 今年我们讨论两场 去年就开始讨论两场战争 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以哈的战争 刚刚俄乌战争我们预言过 接下来以哈战争呢 你们发现大家好能忘了加萨 对不对 现在焦点已经转到了红海 而这场战争的整个外溢效应 非常的大 甚至包括在商业领域 还有一个就是过年 大陆各个军方的公众号 也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拜年 包括这个福建舰 福建号航母 拍了一张官兵的拜年大合照 喜气洋洋 有没有海军福建舰 全体官兵祝国人 这个新春快乐等等 这个军容壮盛 然后但是大家说亮点在这里 甲板的上面 下侧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装备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稍后有一张比对图 我请韩冰也请丽将军 稍后都讲一下 认为呢 它是福建舰的近身防卫系统 因为它是位在甲板下方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如果不是这个113洞这个近防炮 或是这个舰队空的导弹的话 那这个有可能是中国自产的一个雷射近防系统 同时来导播我们有张图 它也把这个福建舰的航母的拜年照的这个角落 因为官兵为主体嘛 所以它只拍到一点点 像是一个火炮 但是又被覆盖住了 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 你只能够从它的外形来看 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 所以把山东号航母拿出来做比对 韩冰你觉得呢 当然这个是最近大陆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到炮衣下面到底盖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看外形结构 有点不太像113洞 那因为如果是113洞的话 就是大陆现在它在各船界上 广泛使用了这个近防的武器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雷射炮呢 对 有人在猜 大陆叫激光炮嘛 我们台湾叫雷射炮 那有人说不无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它之前中国大陆的一些雷射武器 就已经在阿拉伯那边已经有实战经验 那实际上呢 他们曾经打下过超过9架以上的无人机 所以表示它在实战上确实有功用 而且它对慢速飞行的这些飞机啊 或这些东西是可以直接穿透它 甚至据说它可以穿透5成以上的钢板 所以破坏力还蛮强的 那当然高速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准 所以这到底是真的是雷射武器上舰呢 还是说它暂时在做一个测试 这个当然还要后续观察 因为毕竟它那个炮衣没有揭开 我们也不晓得它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 那当然如果它能够让 就是雷射武器都直接上舰的话 那表示中国大陆的军武进展 真的速度超乎大家的想象 因为美国过去也有在实验雷射炮 那但是后来都觉得能量耗损太大 然后效果不是很加 因为充电速度太慢 所以后来就暂时先停了 那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抢先让雷射武器上舰的话 这当然是对中国大陆的军迷是一个非常鼓舞士气的一个举动 而且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进展非常快速 那至于说殲35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辽宁舰上 这个是很奇怪的 因为照理来说殲35是一直有传说它要上航母 可是通常会认为它应该会跟福建舰 因为有电磁弹射嘛比较好上嘛 那它现在如果能够出现在辽宁舰上的话 如果假设这是真的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代表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的舰载机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很大 所以它很大的话它就装不多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重 重的话你用滑跳起降 你那个油啊蛋都不能载太多 你就大大限制它的攻击能力 但如果说能够把比较轻型的殲35上舰的话 它第一个装载量可以比较多 战力就会加强 然后因为它本身也比较轻 所以说它能够搭载的东西可能就相对多了 那当然这些都还是揣测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陆续在做测试 然后因为殲35已经 这个传说已经讲了十几年了 对啊 所以到底还会再传说多久 真的也不知道 只有等待他们进一步的 确定的结果出现 不过我个人是认为 殲35将来应该是要上航母舰 只是会不会上辽宁舰 那个就要再观察 好这个航母 当然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国际重器了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每一张照片 过去像包括这个福建航母都是一样 从它的这个是不是海事啊等等 每一张照片 大家都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 所以你看到只是官兵半年照而已 就放大放大到了这个盖住的 大家觉得盖住的东西一定值得讨论 所以才会出现刚刚山东号跟这个福建号 共同拿出来比对 因为当然了福建号就是 还没有正式开始服役嘛 也还没有这个正式下水 所以它的一举一动 包括它的新的一个跨度 超越过去 都成为全球各方瞩目的焦点 那稍后丽将军给我们补充更多的细节 我们先进广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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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